近日,邓文迪的好友分享了一张照片。 照片中邓文迪和三个男士坐在一起聊天,看起来心情十分的好。 51岁的邓文迪,穿着黄色格子无秀裙,看着有精心打扮一番,展现着成熟的女人美丽。 据外媒报道,坐在邓文迪左边的减发男士,很可能是邓文迪的新男朋友。 这位男士虽然不是少小小年轻,可是,却是身价颇高的富豪。 这位男士名叫亚利克斯蒂是洛伊斯公司的副总裁,而洛伊斯公司并不是一般的公司。 在2019年的美国500强公司中,洛伊斯位于第226位。 换而言之,邓文迪这位新男朋友,也是一个妥妥的大富豪。 邓文迪和前男友V2的后人分手后,知情人透露,邓文迪并没有太在意。 或许是因为邓文迪知道自己并不缺少追求者吧。 邓文迪的前男友V2的后人是,一位年轻的男模特,毕邓文迪小27岁。 最近也在社交网站上,分享了和新女友的合照。 两位都各自找到了心怀,看来是彻底结束了。 邓文迪之所以长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男朋友每一个都很年轻,还因为他本人的身价也是十分的高。 2013年,邓文迪与新闻集团老板莫杜克与正式离婚。 离婚后邓文迪获得了纽约第五大高的第一处豪彩,夹至6000万到7000万美元之间,北京紫禁城边的一座四合院,约1000万到4000万美元。 根据离婚协议,邓文迪还获得了1400万美元的补偿。 对于邓文迪本人来说,这些补偿并不算高。 除此之外,邓文迪当年为莫多克做试怪婴儿,生下的两位女儿,也给邓文迪带来了巨额的财富。 由于迪士尼收购20世纪福克斯·莫多克的六位儿女,都获得了约20亿美元,其中就包括邓文迪和莫多克的两个女儿。 邓文迪新烈情供 不,不少网友都表示,邓文迪实在是太厉害了。 也有网友调侃邓文迪的功力不如从前了,这一次的男友并不年轻。 对于邓文迪的男友一直都是小鲜肉,网友们更是调侃,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。 除了邓文迪和肖亚轩的男朋友,不知道这一次,邓文迪是不是真的遇到真命天子呢?